好 来看看下一个短片 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在出车祸之前 我出对象的时候 我特别挑 以前出对象的时候 不在乎女孩的感受 她喜欢浪漫 但是我觉得 在一起了浪漫没有用 不如来实际的 现在我的想法变了 我觉得女生不容易 跟你结婚跟你生孩子 你连点关系都没有 太不严谋 是个男人倒会浪漫 看你想不想去做 以前嘴问 不会拐而抹角 说软和话 总是直来直去的商人 现在会委婉地说 就比如说 节目里面有这一份话 说三月二了 你为啥不着急找对象啊 我感觉跳 就要跳个最好的 要是现在换成我 我会这么说 说三月二了 你为啥不着急找对象啊 因为我在等你 现在我喜欢 温柔善良的女孩 我可以接受你的 小脾气和小人性 也可以接受你粘人 我不会再忽略你的感受 你累了我可以背你 你生病了 我愿意为你跑遍所有的药店 买最好用的药给你 你饿了我可以为你做最好吃的粉菜 我可能不是你遇到最帅的人 但是我想成为对你最好那个人 如果我是你喜欢的人 你愿意跟我走吗 二号范老师 那个我看你现在出了一场车祸之后 然后你着急找对象 我想问你着急结婚吗 要是走到一起了吧 我会考虑在一年左右结婚 一年左右啊 就是小伙你的那个体型啊 还是这个开场那个霸气劲啊 还有这个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个劲 我都很喜欢 但是吧 就是你说的那个 就一年左右结婚 我还做不到 就是我想现在找一个对象 然后出个一两年 然后再考虑结婚的问题 老师你多大了 我二十四 啊二十四 啊所以我不着急 不好意思 好来 呃 王浩小圆圆 我来着目的跟她一样的 这就是就是来找对象了 结婚嘛 就是到到年纪了嘛 然后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 就是说相处的好的话 一年多啊 这也是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要是在我计划范围之内 我来之前我都想了 我说18年年底 我就得穿婚伤 等不了了现在我 你咋骑成这样了呢 那个 家里边急 我自己也感觉就是说 在最美的年纪 一定要穿婚伤 要不然有点遗憾 有句话不说的好吗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这就是爱情对吧 不在乎说你认识多长时间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 我不想自己再这么累了 因为我白天晚上 现在就是 我觉得 我也挺累的 都不是说 承受不了身体的累 是我自己搭了这么多年 我心里边挺累的 明白 其实我觉得 像 我和小圆也挺不容易的 现在是打着两份工 我早上八点半 然后一直到晚上五点半 或者六点加班的时候 有可能更晚一点 然后晚班的话 我到家照忙照慌 我就是得收拾一下 然后就去晚上的酒吧了 从八点的话 一直到下班回家 躺床上也得一点多两点来做 为啥把自己整那么累呢 就是 总一直自己也觉得特别孤单 然后我觉得既然 我也没有人陪伴 我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去 我挣钱 就这样 就是想 通过工作吧 来麻痹一下自己 我以前 就是无论就是说碰见 喜欢的人也好 不喜欢的人也好 我从来没主动过 我这二十多年 今天就是觉得挺好的 然后也是老乡 我家修水的 然后 你家哪儿的 我家以树接礼的 我家修水接 礼的近不近 离也就是十五公里吧 对 然后我就是 我觉得吧 人以前 我觉得我不够勇敢 你总要那些 两面干啥呀 喜欢就要去争取 如果我 以前能争取的话 我也 不至于就是说自己 但到现在 所以说我现在 我不想再错过 我也想为自己的幸福 去努力一把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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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小圆圆就说了一句话 要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一把 所有的姑娘 全为你让路了 全灭等了 是吧 来 掌声有请 五号 小圆圆有请 一个人嘛 被人喜欢是一种幸福 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太想能够回家去 小宝贴发自内 什么热乱 大德是个幸福的消息 不准备到户队 这就感觉到 为我人生会好想要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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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